公务文员职工总会早前建议政府配合开斋节 提前发薪给公务员和准备过节 首相纳多斯里安华今天宣布 公务员最迟可以在这个月14号 拿到4月份的薪水和700令吉的开斋节特别援助金 首相今天到霹雳仪宝出席慈敏援助金移交活动后 告诉记者 公务员4月份的薪水原定在17号发放 可是政府担心人民来不及筹备过节 于是提早发放 首相指出团结政府推出的开斋节特别援助金 也会汇集将近100万名盗农、渔民、橡胶小园主 以及制服志愿者 长西大臣办公室已经宣布将会在20号官院 以决定今年的开斋节整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Trub 开斋 Commission pos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